Hello 大家好 我们今天这一集的内容非常特别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要来采访一个网路上认识的朋友 所以大家一起来欢迎莫妮卡 Hello 大家好 我是莫妮卡 对 我们能够认识也蛮有趣的 因为是之前 我记得两个多月前吧 有人在留言区就主动说 希望我可以多拍关于新世纪运动方面的内容 然后就看到莫妮卡很主动的在下面留言 讲一下她自己的背景 说你是第三代基督徒 然后你又进入到New Age 然后后来又离开New Age回到教会里面 所以我就看机会太难得了 我就主动给你打上线 希望有机会可以采访你 没想到今天就真的促成了这一次的节目 所以非常谢谢你播出这样的时间 那简单问一下 你当初听到我邀请你的时候 你的想法是什么 为什么你会愿意接受这一次的采访 其实因为自己的背景 就是刚才有讲我是第三代基督徒 然后加上进入到新时代 其实自己经历过那一些 然后我又真实的经历到灵界这个东西 真的是非常真实 然后很需要现代大家去一些 做一些警醒去留意的部分 我就觉得其实对这个我会非常有负担 所以就也谢谢牧师的邀约 让我有机会可以去分享自己的经历 所以因为你自己曾经在新世纪里面打滚过 你也经历了一些事 所以希望借着今天的采访 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来看清这个新世纪 是碰不得的一个领域 是吗 是的 没错 OK 我相信这个影片一定可以帮助到很多人 那我们就开始要来听你的故事咯 好 开始之前你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好不好 就是你就你方便的部分 可以说一下你是哪里人啊 然后你过去的教会背景是什么 特别你说你是三代基督徒 那你在小的时候 基督信仰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吗 一开始我其实刚刚很想开个小玩笑 就是你跟他说 在开始之前 我其实脑袋就会下去想说 我们是不是开始之前要来个祷告 但你刚才想说 不是这么属灵吧 这个可以啊 我们等下最后一起来祷告啊 没问题 这个当然是需要的 这是一个很基督内建程式 就是说这怎么开始之前 对就是一个SOP 没事没事就跟 就是单纯我自己 我本身是一个比较 比较爱开玩笑的人 就是希望各位听众比较介意 很好啊 这样我也比较轻松一点 不要那么有压力 好 那就分享一下 就 对又再次 我是第三代基督徒 然后 我是在台湾 高雄的一个 算是福音派教会 长大的 然后是巡礼会 对 然后呢 我从小就是 走上主日学 就是从小待在教会的 小朋友们应该是有听过这个主日学 然后就是背经文啊 这些的 然后比赛 然后先背完就可以拿饼干跟糖果啊 这是我对每个礼拜去教会的一个既定的模式 就说哦 去那边可以背经文就可以 听故事 然后就可以拿饼干啊 这些的 然后做做手工啊 偶尔会被邀请去儿童献尸嘛 对 我真的 那时候超紧张 就是 我小时候并不是个 并不是个这么 可以侃侃而谈的 就是比较害羞 就每次上台我都会懂 有时候 为什么 我要先试这样子 对 这是很多二代基督徒共同的回忆 对 就是你会有很多上台机会 加上 我后来也被邀请当 私情啊 这样子 哦 所以你也会弹琴 哦 会 哦 多才多艺啊 反正你会才艺就是教会知道 就是想要抓你去嘛 啊 嗯 就希望 参与服事 参与服事 对 所谓的能者多劳嘛 你会什么就教会就会鼓励 对 所以 这其实是我对教会的印象啊 因为 小时候其实并没有很 深化在 读经 然后加上福音派可能比较偏向 单纯的解经 并不是会配上一些比较 呃 比如说生活上 那如果我遇到 我该用什么样的圣经来 呃 帮助 然后去 然后帮助我自己 然后或者是 就是我会觉得 那是圣经 就是一本书 然后我祷告 我是基督徒 只是因为我会做餐前祷告 我会考试前祷告 对 这就是我对 基督徒 我是基督徒的 呃 我的一个想法 真的是非常的薄弱 所以你会觉得 你小的时候在信仰里面 你没有办法 很清楚知道圣经怎么样实践在个人的生活里面 哦 真的完全没办法 或许你可能可以 真的是可以解释圣经一些内容 但是如果进一步问你说 那你要怎么样活出圣经的这段话 你就可能就一头雾损 对啊 好像很遥远啊 圣经的内容都是很遥远以前的东西 对 非常的不知道 就我觉得那些是故事 我可以这么说吗 就是你小的时候 其实你信的是有点糊里糊涂的 就是教会叫你们做什么 你就跟着做 可是其他部分就没有想太多 哦对 就是完全 我只是礼拜天会跟着家人一起去教会 就是这样子 那后来呢 你是怎么样的情况下 你开始会接触到New Age 那当时候的教会跟父母 又是怎么样看待你接触 新世纪运动的这个事情 嗯 因为如刚刚所讲嘛 就是教会对我来说 就是礼拜天的一个固定行程活动 然后后来 功课开始忙啦 出社会啦 你就有一些 自己年轻人想要做的事情 就开始跟我妈说 哦 这周我没有要去哦 这周我要干嘛干嘛哦 对 然后就开始 就是属于话来讲 就是就远离省了 对 然后也觉得没有什么 我还是犯钱会祷告 所以后来 我大概在 我第一间公司 我待到第五年吧 因为那时候工作 工作的压力 以及那时候环境 让我 让我得了忧郁症 我发现自己不太对劲 我就去看 精神科 然后 就开始吃安眠药跟 症静剂 就是 因为要这样我才能上班 对 然后后来我一个研究所的 同学 他们家 他原本是那种 帮人家算命的 然后他接触到了 我当时第一个听到的 就是新时代的 他叫做 IET大天使能量疗法 但那时候我还不知道 他就跟我说 就是一个能量疗法 类似灵气啊 这样子 对 他说他可以免费帮我 做看看 因为他也才刚学 然后 他说 说不定可以帮助我 可以好睡一点 这样子 在那之前 就是完全没有听说过 什么是新时运动 真的完全没听过 真的没接触过 然后 就是他就帮我 失作了 然后神奇的事情 从这时候发生 就是 第一个我当天晚上 他帮我做完当天晚上 我就居然可以 不用靠安眠药 我就睡着了 那你这一次有效 你有没有回想过说 借着这样的方式 他一直持续有效吗 还是中间 其实有的时候 也会没效 我觉得是持续有效 因为那时候我 一天不吃之后 我后来 就都没有吃了 然后我就觉得 本来吃那种 镇静忌讳 顿顿的那种脑袋 就开始越来越 能够活动 又开始能够思考 又能够好好上班 这样子 所以不可否认的是 这个方法 真的是很有效 至少你个人的经验来讲 它可以解决你 这忧郁症的问题 对 我觉得当下真的是 让我觉得很神奇 然后 毕竟我用 就是那时候教会 教会当然是不会知道 我也不会去跟教会讲 我忧郁症这件事情 但我家人是知道的嘛 那他们也没有办法 就是也不太 那时候也不太了解 忧郁症 不像现在这些资讯是蛮普遍的 对 就会跟我说 你要祷告 祷告 祷告变成 这说来也蛮难过啦 好像祷告变成就是 你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然后就为了化解尴尬 就说你祷告 神会带领你的 就好像把祷告变成是另外一种借口 的确是这样 其实我不想扯提 其实有时候我们面对一些人的困难跟状况 我们也没有办法帮忙解 或不想要去帮忙的时候 就会说那你可以祷告 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一个借口 对 我自己也曾经用过这些借口 谁是完全人呢 这样拿祷告来堂塞人家 真的真的 那你母亲知道 你后来是透过新世纪的方式 然后解决你忧郁症的问题吗 我坦白说他们不知道 加上我后来去 开始接触 刚刚讲的那个大天使的课程 他们也都不知道 直到现在你都还没有跟他们堂塞过吗 哦有啦 就是后后来有讲 我还曾经 对因为我上课 那个上课当时还是请美国 也是个新时代学院 发的证书哦 我是有证书我还拿给我妈看 你妈不就傻眼了吗 说我的女儿 怎么做这样的事 可是我妈也不知道那是什么 我相信很多福音派教会 传统教会他们其实并不太了解 这些东西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今天一定要做这样的访问 让大家知道这新世纪运动不是开玩笑 不是好像只是一个活动或嗜好可以去参与 没错 所以你因为被朋友这样的操作一番 然后你就真的 犹豫症得了医治 所以你接下来就开始疯狂的投入新世纪运动的东西 对因为第一个有效嘛 第二个我朋友我感觉他是真的 因为我朋友跟我很好 他是真的我知道他想要帮我 那他就跟我说 你既然第一次就这么有效果 那你也是乐于帮助别人的 那你很适合去上这个课 那正好美国的老师他过阵子要来直接开课 非常的适应人 变成你的不归路了 开始一路就学习学习 对就是花了很多钱 然后真的一阶二阶三阶这样上上去 那你可以大概跟大家讲一下 所谓的学新世纪运动 他整个流程或者整个阶段大概是怎么样 还有你在这过程里面你学了些什么东西 好因为我学这些新世纪通年的东西 大天使这三阶课程算是我初进入new age 其实我后来又有再去上另外一个叫做光体疗愈的 呃也是一个new age的课程 对那我就分两阶段来说好了 第一个就是刚刚讲的大天使 他其实一开始都会有一个电话 就是好像很多宗教也都会用手去就是按头 对然后去帮你做电话 然后让什么宇宙的能量啊 什么这些大天使的能量啊 然后进入到你的身体 然后你就开始开始慢慢学习 然后呢像IET的话 大概就是清除你负面细胞能量的一些记忆 对这听起来如果就教会圈子来讲 像是有一些自称是使徒的 然后接着按守别人身上 好像可以可以分次自己身上的属灵恩赐到别人的身上 有一点类似的概念 有一点像 对就是他的东西就给传承 传承给你 但你也要自己修炼哦 你要自己修行 啊操练 所以基督徒用语 基督徒用语操练 但是这个就是要不停的去修炼 这样听起来开始觉得 怎么很像教会做的一些事情 重叠性有点高哦 其实这都让我很困惑啊 就是奇怪到底是谁学谁 这个可以变成一个专题去探讨 因为就我知道他们会做这样的事情 是依据提摩泰 就是保罗 有一段经文就讲到保罗跟仲长老啊 就是对提摩泰发预言 然后也一样按手 然后分享一些属灵恩赐在提摩泰的身上 所以这个以后有机会可以专门来讲这个 那重点是你自己在课程里面 其实也是有很类似的事情 还有哦 还有就是例如说对你的潜意识嘛 对就是从你的潜意识 然后可以去知道 因为你会有通灵 然后你就可能摸到这个人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感觉到 哦他可能目前是什么状况 然后你就要把大天使那些愉快啊 快乐的人能量啊 然后像就是有点像按手 然后有些事要拔出来 就是你有不OK的感觉 你有不OK就慢慢拔 像拔萝卜那样子 然后就是现在在拔出你 额头脑里面的一些复杂的思想啊 这样这样这样拔拔拔 然后手的一些拔拔拔拔拔这样子 这听起来呢就像爱修缘 讲的就是要为你过去非常巨细迷移的 把过去各样的咒诅也好 或者是各样的罪呢就拿出来认一认 砍断锁链啊这种做法 对这个还比较呃被施作那个人是比较被动 然后施作人是比较偏主动 但是像我后来学的那个通灵课程 他就真的是让你自己去通灵 就你有感觉到什么画面啊 然后你有感觉到你的之前 独卷有什么问题啊 可能都会从你的心里面感受不出来啊 或者老师也会帮你感觉到啊 然后你就开始要认罪啊认错啊 然后在新时代那时候叫做 也不是叫认罪 是叫超度 超度 超度不是佛教用词吗 哎呀新时代 新时代所有神都是统一 都是都是一起 大家都是好朋友 这个我其实我原本后面也是想要问你 就你的就你的专业 可以说这已经算是你专业 专业 就你专业的角度 你会怎么去定义什么是新世纪运动 我会怎么去定义哦 跟基督教比起来吗 你个人 如果人家问你说啊到底什么是新世纪 你会怎么跟他说 如果是很简单的话 我就会直接讲通灵 所以你觉得新世纪讲白了 就是一个通灵的活动 对我觉得通灵可以统包他所有 几乎所有一切 我第一次听到有人用这么简短的话来定义新世纪 是吗 满有道理的 因为你的所有连结的能量就是邪灵 那你就在通这些邪灵才会有这些五花八门的 例如说不管是占卜啊 塔罗啊 各种牌卡啊 甚至之后那时候我也有学到 跟水晶去连结啊 跟植物去连结 用他们的那些频率去帮人治病啊 这些的 这些都是在通灵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两个字 通灵 所以各位观众听到了 新世纪就根本上就是一个通灵的事情 危险的 那因为你刚刚也提到 你不是只有学刚刚讲的这两套课程 你后来也更广的去接触其他的部分 那后来呢 你在新世纪的里面 你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 后来因为我第二个 刚刚讲的光体疗愈那个通灵课 我必须让大家知道说 其实当时是 我们那时候是有个口头上的契约 那时候其实我有一秒钟觉得怪 但是我们那时候接受到power太强了 你真的会屏蔽掉自己任何的 就是一点点的可能神在对你说话说 这个不行了 就是 对 那时候我们都是用念的去跟一个灵去签约 然后那个灵 那时候我就是念露西巴 就是撒旦 对 我有一点好奇 就是说 因为你们在所谓的跟这些 所谓的天使签约之前 你们一定会先认识这些天使 你们会讲说这些天使 他们代表什么 或者是他们是谁 那在你们的圈子里面 你们是怎么讲Lucifer Lucifer这样的 我们都知道他是撒旦嘛 可是你们会讲到他是撒旦吗 对 不会 就是直接 他就是Lucifer这样 所以完全不把 所谓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撒旦是谁 讲出来 那你们提到Lucifer一定是提到很正面的内容 像说你们会怎么形容Lucifer 怎么形容 其实 我上那个课他只是 单纯跟Lucifer签约 然后呢 你可能会跟某一些神旨比较有缘 然后老师还会把那些神都列出来哦 我必须说连耶稣都有 对 果然是新世纪啊 通通都来 通通都有 对 然后当时老师会说你会连接到 就是你会透过Lucifer 然后你会连接到最适合你的那个 他们叫指导灵 对 对 然后我那时候是连接到 埃及有个女神叫 埃西斯女神 埃西斯女神 然后有说哇 好像蛮适合女神耶 就是感觉很神 没有啦 感觉很神 很有气质的感觉 自己这样 对对对 这样听起来其实也蛮危险的 因为老师在要你们透过Lucifer去跟别的灵连结的时候 也没有特别解释到底Lucifer是谁 没有 真的没有 那个无形中跟撒旦签约自己都不知道了 对啊 就有可能我是基督徒我才会一秒意识到说这是谁 不然一般他老师都没有去讲说 这个是谁 所以有可能就是有些人是说 我跟Lucifer签了这样的约定之后 Lucifer会把你跟耶稣基督连结在一起 是这样的流程吗? 因为后来真的老师有个学生 他的指导灵就是假耶稣 就是耶稣上师 他们都会加上师两个字 耶稣上师 他们有说哇就是他连到耶稣 这样太可怕了 这个 这完全颠倒过来了 因为是耶稣他自己去呼唤他的羊群回来 反而在新世纪里面是借着撒旦做这样的事情 而且撒旦所引到的耶稣又不是真的耶稣 没错 那因为这个事情就 开始让你对新世纪有一点怀疑吗? 反而不是 是更加开启我新世纪的大门 好 开启更大的门 OK 那后来又是怎么发展的呢? 后来因为我跟这个老师 就是学了更多更广的通灵课程 像刚刚讲的水晶啊植物啊 植物频率跟植物聊天啊 然后对 然后还有 就真的很多 你这么轻描带写说你跟植物聊天 我那时候还没意识到 所以 因为植物对新世纪来讲 它也是个灵的存在 所以植物是可以沟通的 对它也是一个能量的来源 就是 例如说像玫瑰嘛 玫瑰大家能想到就是 很 很有魅力的感觉 或百合就会让人家很舒服 然后所以当人 有例如说比较 假设比较忧郁的状况 那我们就会例如说给他 例如说假设啦 夏日葵的能量 让他可以感受到夏日葵 这种就是 夏能量的意思啦 对 那仙人掌呢 仙人掌呢 仙人掌呢 可能就是 让大家 有点搞笑 那仙人掌呢 他的能量又是怎样 是负能量还是 好可怕 帮助大家在工作上 有 抵挡小人的力量 他真的假的 我乱讲的啦 我只是很会扯 被你被你骗 但我刚刚以上讲的是真的 ok 对就是 会用植物的能量 还有一些 精油频率的能量 就是可能你打开书 然后看这什么精油 你就可以连接它的能量 怪不得我以前对新世纪的一个印象 就是他们相信万物皆灵的这种概念 基本上所有的东西都是有所谓的灵 或者像你说的 是一种能量的存在 所以 如果你想要的话 你是可以跟所有的物质之间 是可以产生一些连结 我这样说 会不会太极端了一点 其实你讲的没有错 因为在新世纪来讲 我们不是相信神 我们是相信我们内在就有神性 就等于是我们自己就是神的 因为大家都会讲说 都会连接到你的前世 以前是什么亚特兰提斯的 什么祭司啊什么神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 哇自己的灵能力好高啊 好棒啊 就是 对 那就你所知道 就是如果一个人 他全心全意要投入在新世纪的活动里面 那多半这样的终极目标 是要达到什么境界 我想过这个问题 我自己的答案是 其实我想要找我自己是谁 要找到自己是谁 从哪里来 对 我的存在价值到底是什么 所以这个其实每一个人 想要寻求的 是不大一样 可是我觉得 就我认识新世界的这些朋友 就是大家感觉都在追寻一个 那我是谁 我到底能够在这世界上做什么 最终都是希望我 那我能发挥什么样的 目的在这世界上 其实都是在 我觉得都是一个寻找自己的过程 说不出这些东西都在圣经里面有什么 对不对 就是 好沉重啊 讲这个话题 不会不会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 很真实的问题 因为不论我们做任何事情 我们 虽然我们意识里面可能没有认真去想过 但实际上圣经也是要我们常常去查验 到底我们的动机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要好好的去想过 我不是说好像觉得哇这个东西好啊 我就投下去去做 要认真考虑 所以这样听起来你在新世纪发展的蛮好的嘛 看你非常的热衷于这些这些事情 然后后来你也把这个当成你个人的事业 对吗 嗯对因为我算是那时候那位Tony老师他 我就先这样 我那时候是对他来讲蛮优秀的 前两名学生之一 对所以很多他的一些学生的case就会pass给我 他另外一位也是他认证过很优秀的同学 哦就是那时候我们的价格都算不便宜啦 就是老师都说你们大概以你们的能量 我们都叫做能量交换费 因为我们能量有多高 那你就应该让跟对方收多少钱 那这个钱是谁给你的 是上司给你的 不是你自己要收多少就收多少的 对 嗯 那后来呢是什么样的事情开始有转变 相信大家听Monica的分享应该都津津有味吧 但因为片场的关系 所以我这一次打算把它分成上下集 在这集的采访里面 我们从Monica的故事可以听到很多事情 是值得我们去省思的 首先是Monica一开始也承认说 虽然她是第三代基督徒 但是那个时候的教会没有给她非常好的装备 特别是在神的话语上没有引导她真正的认识神 以至于后来当她接触新世纪运动的时候 她没有办法马上做出分辨 而是一看到她非常的有效 就一股脑就投进新世纪的领域里了 所以这也提醒我们 我们如果自认为是基督徒的话 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想想 我们的信心 我们的信仰 是建计在什么之上 此外Monica也提到新世纪运动确实带给她好处 特别在她得忧郁症的时候 是新世纪治愈了她 正如我在以前的影片常常提醒的 就是即便神迹是真的 也不代表它是从神而来的 哪怕你是以耶稣之名寻求神迹 后来确实得着了 但也不代表那一定是从神而来 因为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 在末后的世代 会有假使徒 假先知和假教师 用尽各种方式来迷惑人群 其中就是施展神迹奇事 保罗也提醒我们 连撒旦都能装扮成光明的天使 而这就能对应到Monica 后来提到新世纪运动里面的一些元素 特别是说到Lucifer 跟耶稣的这个部分 相信我们若对新世纪 很陌生的人 应该会蛮惊讶的 但是下一部影片 会让各位清楚地看到一个事实 就是新世纪运动早已经胜入教会 但很多人却分辨不出来 所以各位务必继续收听下一集影片 我们除了会听到Monica 她是什么样的契机下 离开了新世纪以外 她也会跟我们分享 就她的观察 教会里面所做的哪些事 其实跟新世纪运动 所倡导的非常相似 要我们不得不警醒 那么这一部影片就先到这里结束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 想要问Monica的话 或者你对今天的内容 有任何想回应的 欢迎你在下方留言 如果各位喜欢今天这一集内容的话 欢迎大家按赞订阅和分享出去 我们下一支影片见咯 大家拜